Ryenne Ryenne,這怎麼回事啊? 不知道,我只要打他一下 你打他? 先不要擔心,等我檢查完之後再告訴你結果 不要哭啦,沒事的,相信我的專業 都是我的錯,拜託你一定要沒事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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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脑壳下降出血 很严重吗 出血量不多算轻微的程度 不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住院观察几天 等出血量没有持续增加才算是恢复稳定 太好了 我还以为他会死掉 不过还不能放心哦 过几天还在做一次断层扫描 观察出血是否止住了 不过我看他的伤口 不像是一般打架所受的伤 他有在打拳击或是格斗吗 格斗 那我就放心了 我在想说他那么壮 怎么可能被我打一巴掌就昏倒啊 为了让我们丫头出手 表示他一定犯了很大的错 不过我 怎么了 你抓到他屁腿了 明硕哥 我跟他没有交往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对他 我还是要留着那一条 你把她的一条 放心吧 我对你已经死心了 我谢谢您、仲干啊 霜霜 我 我 或是 轻轻透明 你曾见过的手心 揉出来的痕迹 是吗 彩虹告别遇到 我想她应该醒来 是你给我勇气 坚定告诉自己 要微笑走下去 彩虹落下雨滴 眼泪轻轻透明 你曾见过的手心 揉出爱的痕迹 彩虹告别雨滴 是你给我勇气 坚定告诉自己 要微笑走下去 前面现在你有看到刚刚那边叫梁景昊的患者吗 他不在是不是出院了 糟糕他现在还不能出院 喂 梁景昊 你现在怎样 一车说你还要回院观察几天 你知道走去哪里 你快上车啊 我送你回去 不然当上你出什么事我不理你了 管我也不是啊 你继续走你自己的路吧 拜托你 不要再干涉我的人生了 你以为我喜欢干涉你的人生啊 是你在找我麻烦的 你在别的地方打架就算了 你跑到我这边挑衅我 逼我出手 还倒在我面前 我有拜托你同情过我吗 你到底想到什么样的 我家的装潢 我家的食物都是你送的 你是要我跟你磕头吗 我跟我爸看起来这么可怜吗 事情不是你想要那样 你刚刚不直接给我现金算了 你直接给我现金的话 我还给你磕头道谢了 啊 不行啊 真的失去也在背后慢慢的欣赏的乐趣了吧 啊 因为是我的错 都是因为要赔钱给我的裙子 所以你才没有钱付给看货 所以家里才会食活 所以家里才会食活 我是真的觉得很抱歉 我都是你以为觉得很歉疚吧 我都是你以为觉得很歉就吧 我都是你以为觉得很歉疚吧 我是真的想要做一些事情 来表达我的歉疑 来表达我的歉疑 如果我做错了 我心里远待我 但是我真的不是一直想要做一个人 你不会我 你是学长啊 我是学长啊 我会跟你说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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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说的 是不是你说的 是我的说 因为我没能力 是我的说 还是 从未来他这么长大 来就都没兴趣 我可以拿吗 你干嘛闭上眼睛啊 沙子跑到眼睛里了啦 你原来不已经我要亲你吧 你干什么啊 放我出来啊 我不要啊 快点 快点啦 你把窗户先摇下来了 快点啦 我看来是谈判破裂 我就先站了 对对对好好好去去去去去 放心吧 我对你已经死心了 红线已经简单啦 咔嚓 可以啦 不过 你这怎么来的 这 是因为 先生你的病历上面没有联络人的资料 小姐是跟这位先生一起来的吧 那请问你是几号先生的 朋友 好那这边帮我留个联络资料哦 你累了就先休息一下啊 我会把你安全送到家的 说真的 你应该要感到无辟荣幸才对 你难道被我上院这样的领域的人啊 真的不多 干嘛 刚刚在音乐 你不是说你不是朋友吗 你现在终于感觉到做我朋友的幸福啦 我以后 快要对你脱脱了 啊 对了 我应该怎么伤害你啊 你这样的名字就好啦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哦 我知道 Brianna 这是我第一次听景浩哥这样叫我耶 你 景浩哥 是景浩哥没错吧 你当我两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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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待在外面啊 啊 他他说里面闷闷的 我就带他出来透透气 哎 哎 你们 怎么一起回来啊 和好了 哦 我从来没有看过景浩发那么大脾气 快把我吓死了 阿姨 对不起 爸 我们进去吧 哎 哎 哎 怎么这么晚才来 吃过饭没有 还没吃饭 都是某人害的啊 都没吃饭 哎呀那怎么了得呢啊 啊 肚子不能饿着啊 啊 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一起吃饭 哈哈 你应该不知道 你爸爸很喜欢那个小姐吧 哎呀 我好像应该下班了 你要多吃给哦 嗯 伯父那你也多吃一点啊 来 伯父你怎么不吃 我差没吃晚餐 对啊 哦 我知道了 你在骗我对不对 其实你吃过了哈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没有吃过啊 既然伯父不饿的话 那这一碗就给景浩哥好了 啊 太好了 刚好我 不要 哎 这是我的 你要吃这几天 这是我的 哦 景浩哥这几天 伯父你慢慢吃 没有人会跟你抢 哦 哦 哎 小姐 呼 摆 你的臉在那個地方看好恐怖喔 你的臉啊 這樣遮起來看最漂亮 嘴巴就是不饒了 回家開車小心啊 還有今天真的謝謝你 怎麼快說謝謝了 變懂事了耶 不是最討厭別人同情你嗎 請了 你跑去哪裡了 我看館長找你找很久耶 你好 你好 你不是上次那個紅拳 不是啊 你比完賽被打成那樣又不接電話 拿來請就走了 我還躺到路邊死掉了耶 今天先你送我回來 我先回去了 晚安 欸 欸幾號 你不接電話就跟這個女的在一起喔 還脫了這樣的身體 你知道我跟館長有多擔心你嗎 欸 欸 欸 我說你到底懂不懂啊 好啊 我知道了 你老實告訴我 你要去打拳 是因為那個女的嗎 除了裙子 還沒有其他錢要賠啊 你不回家了嗎 這一定問那個女的喔 你錢不會都給她了吧 有啊 沒完 你不是我老婆 唉唷 我就知道 那女的 看起來就像金光檔 算分騙男人的錢 不要跟凱子一樣傻傻送她錢耶 到時候人才兩師 你就越過無類了啦 欸 不對 對 在被騙光錢之前 可以先讓她變一下事 欸 她不是這種人 在那邊亂說好不好 你這就是上高的症狀 你已經被迷得 Ginto 轉向 轉向 Ginto 啊 啊 好啊 好啊 不能出去五十三個 睡覺了 來回去 好啊 不可以睡客廳嗎 欸 不聽妹來人 只虧在眼前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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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搔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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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音 小音 少人的心臟 你是故障是不是 不要再亂跳 下去往修理你了 嗯 老懒謝謝你 如果沒有你的幫忙畫展也不會那麼順利結束 別這麼說 能參與宋瑞恩畫家的第一次個人展 是我的榮幸 對了還有這個 這個是 昨天泡在空中的錢 讓我永遠牽著你把手給我 我問你 昨天幾號有沒有拿錢給你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有 我就知道 那我再問你 你有在跟警告交往嗎 沒有 沒有你還可以拿他的錢啊 先生 我看你是誤會了啦 誤會 我還六會 上次兩萬五 這次十萬 警告那傻子 還打換人的錢 通通都給你了不是嗎 是這樣沒錯啦 可是 你聽我說 嗯 警告那傻子 從來沒叫過女朋友 誰很單純的人 我想 應該是看上他這一點 吵就要下手了吧 什麼 下手 才過不久 他就要去當實習老師了 卻為了給以前 要去做這種事情 如果你知道 他沒有當老師吃過多少股 流過多少汗 你怎麼會輕易拿到錢呢 你怎麼會輕易拿到錢呢 你給我解釋 不要啦 我警告你 終於不可以這樣 先生 搞什麼啊 喂 幹嘛啊 沒有啊 嗯 那個 我們家的學校沒事吧 不是 沒什麼事啊 幹嘛 沒事啊 沒事就算了啊 你 無聊啊你 他以為他會先告狀 他想到嘴巴還挺緊 啊 啊 啊 那之前是有什麼 沒有啊 幹活幹活 開工了開工了 好不容易變成朋友 這筆錢要怎麼還他啊 到時候又說我在同情他 為什麼跟他接近那麼不順啊 瑞兒 怎麼樣 跟民俗說了吧 爸那個 那個 那個還沒說是吧 要不我直接跟他媽媽提起 你覺得怎麼樣 爸 其實啊 喂 我是 真的 那真是太感謝了 是是 他們如果願意幫忙 我們的美麗音樂 就更加如虎天意了 是啊 對對 怎麼樣 我們下次再說啊 對不起啊 對不起 您請說 您請說 對 臉變成那樣 會不會嚇壞未來的國家棟梁啊 對 我 美麗音樂 我還會送女學生發音嗎 什麼 謝謝 打開看看啊 既然收了你的錢 就要把話給你 不然到時候無條件還你 你又說我在... 不喜歡可以退啦 跟我說一聲就好 我很習慣 很習慣 很習慣 算你有眼光 那...給你 什麼啊 如果可以的話 我當然希望我的話可以賣個十萬 甚至是一百萬 可是很可惜 我問我導覽了 差錯兩萬塊差不多 所以找你八萬啊 你不燒啊 信命惹我生氣的話 我會在那邊撒錢 這幅畫我想花十萬來買 你如果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就請我吃飯吧 吃飯? 八萬塊是要吃幾餐啊 一百塊 怎麼樣? 嫌太貴啊? 一百塊一餐 八萬塊是要吃到什麼時候啦 可是你要去煩惱的是 食物生肚子一再出來 還不是都一樣 一餐幾萬塊的餐 我會想花不了 也對 看你這個人肚量那麼差 哪容得下好幾萬一餐啊 你是不是想用常常跟我吃飯 所以故意這樣那麼便宜的 你是不是要去看醫生啊 我看你的妄想症很嚴重啊 喜歡我女生多了 是 我幹嘛一直纏著你 是喔 那我怎麼聽說你是一個很單純 又沒有交過女朋友的人啊 什麼啊 誰跟你說的啊 你交過女朋友很多了 排隊排到十公尺以外啊 喂 同學 你看看你後面 排隊的人都排了十公尺 十公尺了 哇 好美喔 爸 你也覺得很美喔 明天中有空嗎 是不是請你吃豪華大餐 你要跟那個女生見面啊 爸 你很神耶 嘿嘿嘿嘿 爸 你幹嘛穿我衣服啊 漂亮一點 見漂亮女生 要穿漂亮一點 那 這件可不可以 不錯啊 不好看 嘿嘿嘿嘿 那這件 這件呢 不要 爸 這件嘛 這一件 你也不好看 把沒有衣服穿 那這件 這件T恤 兩個都不好看 今天幹嘛那麼用心打扮啊 我哪有用心打扮啊 我剛剛就是這樣穿啊 是喔 可是這是我看你穿過最帥的一次耶 欸 我只是吃飯而已 幹嘛要開車 是不是需要附近 在你自己吃不就好 噓 今天穿那麼帥 不適合法文 乖 跟我走就對了 然後 你已經吃到苦瓜喔 幹嘛臉那麼苦 我不是說你吃飯嗎 醫院打電話給我這個聯絡人 他們說梁景浩先生 應該要回醫院覆診 可是你那天出現之後 就沒回來了 生理我自己可以處理啊 哼 你要怎麼處理 TOK蹦 還是擦小鬍事 好啦 不要鬧變扭了 趕快去看醫生 梁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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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這傢伙真的倔強得像頭牛耶 好吧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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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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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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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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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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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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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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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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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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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能做一次吗 别叫他 难得遇见的 你不过就跟你女婿打个招呼吗 年轻人才联来 我们讲过什么 你看他一次 你看他脑袋 哥 我帮我拿糖 你也叫他哥哥啊 对啊 请到哥带我聊睡 凭借你叫别人哥哥还真不习惯 看来这不是我的专利了 真可惜啊 什么嘛 我跟明初刚才讲剪断红线的时候 你在旁边偷听啊 我不是偷听 我是刚好听到 还不是一样 讨厌 每一诗篇都被你发现 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啊 15年单脸就这样没了 从我妈妈过世之后 我就一直很喜欢她 你妈已经不在了 对啊 你妈在我小时候就已经不在了 看什么 你同情我 没有 我只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而已 难道每个没有妈妈的人 都要在额头上写我没有妈妈吗 那只有傻子才会做的事情好不好 你看你 额头上的字都跑出来了 傻子 诶 我前面可以停一下吗 小姐 可以帮我做一条一模一样的罪恋吗 呃 可是这个工比较复杂 需要花一年时间 不然您先将照片传过来好了 嗯 呃 可是你帮我赶一下吗 因为我下礼拜三 希望可以拿到 可以吗 嗯 谢谢 这条罪恋是不是不复的那一条啊 嗯 那为什么要做一条一样呢 哦 因为我妈有她一模一样的罪恋 那是她在十周年只有一起定做的 可是后来我妈的罪恋就不见了 所以我想说 再做一个好好送给她 那为什么一定要下礼拜三之前就好 嗯 因为下礼拜四是我妈的季日 我想说在祭拜的时候 可以发现她做什么 下礼拜四 所以你妈妈今天是十月九号吗 是啊 怎么了 好神奇哦 因为我妈妈基里也在同一天 是吗 怎么这么巧啊 我也不知道啊 看来我们还蛮有缘分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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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看看啊 便宜的包包 今夏流行款哦 来看一下小姐 超适合你的 下次再来啊 下次再来看看嘛 来来来 今夏流行的包包 小姐 小姐看一下啊 有没有兴趣 俩小姐 喂 什么啦 你在想那个女的对不对 被我猜中 看你心不在眼的样子就知道 你整个人的魂 都被她勾走了 什么嘛 我以为是那个女的打来的 喂 阿娅 好 那你早點回去吧 我馬上就回去 嗯 拜拜 怎麼了 那一趟兒子受傷了 要早點回去 我也差不多該回去 反正今天沒生意 那就先收攤吧 最近警察怎麼那麼勤快啊 快跑吧 我直接回家 喔 你不要騎上來 你端了我的裙子 兩個人只要被紅線騎上 就一定會遇到對方 而且 有可能靜在指尺 你在哪啊 你快點跟我說啊 快 快 快 不敢為了承諾 不想再難過 挑起回憶重新來過 讓我永遠牽著你 把手給我 讓我永遠牽著你 把手給我 不到 喂 陸Q啊 我被抓警察局了 你可以幫我照顧一下我爸嗎 不行呢 為什麼不行啊 你在哪裡啊 什麼在哪裡啊 當然是在警察局啊 好神奇喔 沒想到我媽媽其實居然跟幫忙的媽媽在同一天 說曹操曹操到 喂 怎麼了 我可以拜託你件事情嗎 當了朋友之後就會拜託我事情啊 什麼事 你可以去一下我家嗎 現在喔 爸 爸 爸 怎麼又不在啊 媽 每次你季日快到了時候 爸都會跑出去喝酒 都過了十五年了 爸還是那麼想你 那麼愛你 你開心嗎 老司長 還需要點什麼嗎 沒有 不然我一個人記得 好的 開始了 看待你們就出飯 這次再不出發 下次再辦的話就要開罰單 知道嗎 知道了 謝謝警察先生 謝謝 谢谢 你帮我把货带回去 我先回去了 好 好 宝贝 四十六 五十六 二十六 我从来不相信你 我一直以为连接两人的那条红线 跟我毫无关心 可是 我现在绝望一向求月桥 求那些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的事 我想求他们答应 让你成为我的命运 让我和你 跟红线紧紧的连在一起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让我永远牵着你 把手给我 回忆重新来过 让我永远牵着你 把手给我 我永远牵着你 你这样只要没睡就要去送羊奶OK吗 我已经习惯了 对啊 昨天真的谢谢你 怎么 说句谢谢就想打发我 不然你要我怎么报答你啊 不然 就用你的身体 来报答我 什么啊 什么是很好笑啊 出来笑一下啊 没什么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model 体育系的梁景桃同学 是体育系梁景桃耶 哎 她好可爱哦 她是自己是当摩托的样子耶 哎 你怎么还不脱衣服啊 脱衣服 今天画的是上半身的楼梯前身 你们知道吗 辛苦你了 这是你今天当model的酬劳 你今天model当得很棒 同学反应也都很好 下次有机会的话 就再拜托你了 谢谢 哎 你根本就整我嘛 你哪有啊 别紧了 我们一起去吃饭吗 哦 不用了 我只是 走啦走啦 啦 走着走 想心跳开始加快 狗狗七四月亮 小鐘能猜 但你止了天气决 没有去表白 到底真心还是傻 而且还是妆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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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光高吧 你穿哪一套的 性感的吗 还是可爱的 你喜欢我吗 我很喜欢你哦 但是害羞吗 好可爱 你只要我听他一声 是吧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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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啦 哪有人叫自己儿子妈妈的啊 被你吓到了 对了你什么还没学医院啊 我现在正要去啊 嗯 我妈 我昨天是职业班耶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那你要去哪里啊 瑞仁他爸约我吃饭啊 伯父 为什么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要见识跟我当面谈 哎呦 谁知道什么事了 哎呦 你看我今天这样飘不漂亮了 嗯 我妈 你不要再妄想了啦 宋董是不会喜欢你的嘛 什么妄想啦 他又不是我喜欢的那一行 哎你真的很讨厌啦 赶快去上班了 赶快去上班了再不需要迟到了啦 我们等我女士 有我一个还不够吗 嗯 我都没有说你 交那么多女朋友 天到晚说我 啊原来我妈也是会嫉妒啦 嗯 嗯 嗯 讨厌 那你看我今天 美不美吗 嗯 美 是不是Super美 是 嗯 哎 你又睡睡念什么啊 你刚好不去虚头啊 你不是很享受吗 你哪有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当模特儿 真的还挺好赚的 你还想要当模特儿喔 嗯 光了甚至两个小时 就有不错的仇好可以领 这比上海奶好赚多了 随便你啊 我看你很适合啊 怎么样 脱光的话 还可以领更多呢 真的吗 你这个主意听起来还不错耶 看什么啊 看什么啊 哎 你手机抢了 喂 是明硕哥喔 你爸约了我妈见面 我想他们应该是要讨论我们订婚的事情 你有听说吗 啊真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还没跟我爸讲耶 那 那他们在哪里 我现在过去 国际饭店 好 国际饭店 那我马上到 我也会过去 明硕哥 这件事情你让我自己跟他们讲吗 这件事情跟我也有关 反正待会见 我送你去吧 现在是电话时刻 骑车不开是快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真的很有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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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好会痛吗 不会了 还好 那我先走了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穷紧张 真的喜欢就积极一点嘛 需不需要我帮忙 约恩丑小就很听我的话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来 很厉害的样子嘛 那还不要顺便帮我解决眼前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约恩的父亲希望我跟约恩并婚 现在正在楼上跟我母亲提亲了 我正在烦恼这件事情 想说要不要干脆就订婚算了 说实在的 约恩虽然不是很性感 但是还蛮可爱的 所以你要加油咯 好啦 你回去吧 我今天是 你先说 没关系 你先请 本来我是想说 明天是瑞恩妈妈的季日 你以前我每次看到瑞恩妈妈 我都好羡慕她 因为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 都已经十五年了 可是你一点都没变耶 爸 爸 怎么了 阿姨你好 你好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 爸 我有话要说 我不会跟明硕哥订婚的 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点婚 是明硕说她不喜欢你了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要因为心烦恼跟瑞恩结婚 我现在告诉你 我 梁景浩 我很喜欢送瑞恩 不可能 你不能一直可以 爸 我的心跳不是为明硕哥 而是每次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心脏就好像故障一样 我会一直不懂不懂的乱跳 回后回后 因为你喜欢上海 没什么人爱上海 你真的不会回 隐藏在背后 不敢承诺 不想再难过 抬起回忆重新来过 愿我永远牵着你 把手给我 我 我 慢慢都盼通 我 慢慢都盼通 让我永远牵着你 爸 你有什么话 等明天几百万 妈再说 宏宏 很有趣 甚至是 不想再听 踭 我不想再听 我 有点 大声 謝謝 對啊 今天麻煩你看一下攤子囉 辛苦了 小心警察零錢 記得等下來我家吃飯啊 OK 拜 阿姨 謝弟 謝弟 你終於回來了 你快看一下你爸怎麼了 他是不是喝酒了 那個 剛才他趁我上廁所的時候 把祭拜用的酒全部都喝完了 你可以先下班了阿姨 可以嗎 嗯 師叔 你在哪裡啊 喔師叔 好想你在哪裡 師叔 讓我永遠牽著你 把手給我 你已重新來過 讓我永遠牽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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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牽著你 好想你在哪裡 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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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 師叔 我 人生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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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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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你恨你 真是你 真是你恨你 你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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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我恨你 真是你恨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很恨你 你把自主爱死了 我恨你 我恨你 你真是 你你真是 你你把自主的秘密 我恨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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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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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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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我觉得在世界上 好像只有你跟我 可以了解彼此的心情 你有这种感觉吗 那个 我现在不能跟你讲电话 请好哥 我还有事情要忙 好 拜拜 说人的心脏 你怎么那么感受控制呢 你要挑也要挑一个对象啊 瑞恩最近好像喜欢上一个男生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喜欢你 我好像 爱上一个人 今天让我见见这个梁景浩 你喜欢他 你要我见过 我来决定你们可不可以教我 我那间免费医院的设计 就是一定为中心 我希望你当院长 而瑞恩担任财务账 我现在不信你剪掉了吗 我原来是骗人 我没有喜欢对这个梁包 真的要将一个人 从心里完全相处 为什么我却不喜欢这个梁包 两句话我 两句话我 没有 也不是真心要跟你教我 你在被人的心中 到底算什么 我 也不是真心要不喜欢这个梁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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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收看爱上爱一线 母后客集 爱情原来就是勇敢放手 给你自由 爱情原来就是让人心跳的 唯一理由 爱情原来就是 简简单单的幸福 偶像剧爱无限的形象版 预告中 三句OS分别代表了 主角们在戏中的爱情观 一播出马上就在YouTube 及PTT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这些吸引人的预告 概念全都类似于片头呢 到底爱无限的片头 是如何完成的 我们就来听听 制作人怎么说吧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 让大家能够通过 爱无限就不行 相信真爱的美好 以及勇于追求你所要的爱情 因为片头代表了这部戏的倾向 在设计这部片头 其实它最远时的想法就是 去营造一个非常纯粹的爱情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以白色的背景 来呈现整个片头的想法 再加上呢 这部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目线 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有一条流动的红色光束 以这个红色的光束来代表了 人与人之间那种感情的羁绊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其实是每一个主角 他们似乎在人生中寻找一些东西 就是他们所要的爱情 还有演员互相交错的走位 也代表了这四个剧中红幕呢 他们有一段很复杂的感情丘域 在拍这段四人交错的镜头时 大伙是走了几次还是卡到不行 就在大家还找不出可行的办法时 韦伯天生的节奏感可放上了大忙呢 有我一个牵着你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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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 自上 我们是 自上 我们是 自上 成功了 韦伯 真有你的 大家看到的这段画面 就是说明了这整个故事的开始 宋芮恩原本以为 红线那一段绑着的是李明硕 可是李明硕 因为对他很冷淡 所以在背后观察着他们的两情况 就拿着奥奥奥来安慰他 两个人就因此陷入了热恋 随着片头剧情走到甜蜜的恋爱期 简单的亲密动作 却让才开拍三天的两人尴尬不已呢 好准备 走 好 好 好 我过去 你有眼睛吗 可以 可以 可以慢慢地先看一下 先看看看一下 很矜持 慢慢地拉 你算是好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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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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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了 真的不行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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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相處的時間 實在太少 潘帥只能借著不斷地搞笑 白緩和心裡的緊張 你不哀 我喜歡一個人 再給我三個幾分 慢慢靠近 往下 走 動什麼 動哪裡 好 拍了十几个Tag 咱们韦伯终于克服紧张 完成了这段亲吻的甜蜜镜头 这一段呢 它的剧情其实是在讲说 因为一场车火 造成了男女主角 感情有某一些变化 比较特殊的是因为 我们在这一段使用了高速摄影 在柔美抒情的片头曲里面 呈现出动态的视觉冲突 所以挑选了一些 可以利用高速摄影来 拍出它的速度跟 画面感的一些元素 例如说水滴奔跑 玻璃的碎裂 为了近距离捕捉 玻璃破碎的瞬间画面 机器和镜头的保护工作 可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呢 玻璃破碎的瞬间 好紧张喔 由于机身看镜头太广贵 即使加了长讲保护 工作人员还是紧张的不得了 玻璃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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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璃破碎 敲了十几片玻璃 终于出现了如蜘蛛网状 以童心园向外扩散 破裂的玻璃粉碎画面 这样的粉碎感 也就是剧组心目中 想要传达出 因车祸造成所有事物 一切破灭 重新洗牌的意境 这还是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好了 两个都可以 对 可以这样 而简单的奔跑画面 也因为必须在 短短三段的高速奔跑中 呈现完美的身体线条 和最帅气的神情 意外让这球完美的尾薄 吃足了苦头 由于动态的瞬间凝结 是很难掌控的 为了呈现完美的艺术效果 只好一试再试 所以片头中猜不到十秒的画面 却足足拍了近八个小时才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一连串的从左边 一直串接到右边的几个画面的组合 想要呈现的其实就是 他们在这部戏里面 复杂的感情纠葛 在这个阶段 计划要利用等速移动的摄影镜头 来串接每一个画面 因为摄影机与演员同时都在移动 双方的移动速度必须相互配合 因此又增加了拍摄上的难度 尾伯 你真是好样的 有了新人就忘了救人了 立刻毫无犹豫的和荣荣说拜拜 adaptations用 matchwang吗? 什么的欧豫甜呢? 啥 底止 差不多 怎么样 érer选择 随眼 یں 这几个大费近百万 从一大清早八点 开到凌晨两点的片头 长达十六小时的工作 到此终于全部结束了 大家都累到 想马上躺下来 好好的睡个觉呢 真是辛苦大家了 更多精彩的幕后花睡 请锁定周日晚间十点